把这个专业技能学好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别的诀窍 就是很熟就对了 反正我觉得 你说我是知道方便很专业 为什么专业呢 因为我就是熟 我真的是熟到不行 这个环境我说真的已经认知他30年了 而且我用的方法多少遍了 所以我觉得 你说他达到专业 你有这方面技能 那前提就是熟练 那他怎么样熟练 就是常用 那你们现在最大最可能有问题的部分 就是说因为你们也许很多同学 其实没有在职场上工作 所以也比较没什么太多的问题 所以尽可能的 因为就好像说军人没有上战场 其实没有训练 你说真的你很会打仗吗 对不对很难 那当然前提就是 你要尽量找一些东西来演练 那怎么演练 我是建议就是说 你是不是可以 或者你的父母亲啊 你的哥哥姐姐啊 你的长辈 有没有什么问题 身边有什么 拿来练习看看 尽量找一些 可能练习的东西 多练习其实就熟了 大概就这样 那当然程式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来看一下 刚刚录制嘛 他产生的程式在哪里呢 其实主要是在那个 聚集这边 然后这两 有两个程式 所以呢你看看编辑 他会跳到哪里呢 跳到就Video Basic 那跟各位讲一下 将来这个Video Basic 可能各位要慢慢熟悉他一下 熟悉的话不外乎 大概你要知道说 他放哪里 那我的习惯上 你当然你可以点 刚刚这个编辑之外 其实我的习惯是 直接点这个Visor Bay 他就跳出来了 那理论上他会盖住 那我的习惯是 我会把它往右下 往右下拉一下 这样可以看到前面的 也可以看到程式 可以让他浮动在上面 另外的话可能会把它缩小 所以以后你看到 老师 你为什么浮动在上面 主要因为这样我比较好看 后面我到底要写什么程式啦 那当然写程式不是说无中生有啦 你当然主要是 你看到什么动作 你去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大概是这样 基本上再来 还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这个环境部分 记得你不要没事 手痒就看到叉叉就把它把它关掉 像之前就有同学 看到叉叉就觉得把它关掉 可是关掉之后突然想到 完蛋了不欠了 怎么办 OK就觉得很悲剧 其实不要 也没关系啦 关掉就关掉了 再打开就好了嘛 OK 在检视里面有个东西 所以最重要你要记得 那个东西叫什么 特别注意哦 刚刚这一块 它就叫做专案总管 所以你只要在检视里面 找到专案总管 它就叫出来了 那下面这一块叫什么 叫属性视窗 所以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那另外这边这一块叫什么 这一块叫程式嘛 大概就是这样的架构 所以呢 理论上 所有你看得到的那个 那个画面 其实都可以在检视里面被找到 不过最重要的啦 还是以档案总管最重要 所以你把那个档案总管叫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把程式叫出来 很简单 点这个module 所以以后 不管是录制聚集也好 或者是写VBA也好 都是放在模组里面 OK 所以特别重要 那点两下 程式也会打开 那关掉就没关系啦 那底下这个属性视窗重不重要 其实没有没关系啦 不过将来可能会用到 所以你如果担心说 你那个画面不见 好像没有安全感 没关系打开好了 但它有个缺点 它会把它遮住 所以你可以把它往下拉 OK 打开程式这边点两下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程式到底在哪里 这件事情 所以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熟悉 这样也不要说 录完程式之后 找不到程式在哪里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打开程式之后 眼前看到了一个问题 哇 这个智慧太小了 你们应该看 应该 你们现在很年轻嘛 如果年纪大一点 可能老花看不清楚 所以怎么办呢 没关系 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如果你要把字放大的话 你可以到撰写风格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里面 可以把这个字放大 我的习惯大概至少12号字 最小 这样就稍微大一点点 那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刚刚做了三个动作 有没有 所以接下来的话 这个是帮你写出来程式 那我刚刚讲 其实就两段 也就是说 这个串接 其实它对应的就是 这个按钮 这一段 这一段有没有 那它的结构的话呢 一定就是一个sub 后面它的名称 那清除的话 就后面这一段 对应到这里 那一样是一个sub 然后后面加一个清除 所以呢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要写按钮的程式的话 那基本的架构一定也是sub 那只是说呢 录制聚集还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 我是建议 因为我们刚刚做了 总共有三个动作 有没有 串接也是三个 清除也是三个 那只是说呢 它到底帮你产生什么程式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其实第一段在哪里 我跟各位讲 上面只要有单引号开头的 表示程式里面的注解 所以上面这些可以删掉 这其实没有用 然后串接去 那一般的话我的习惯是 我自己再增加注解 那注解特别最后 一定是单引号开头 单引号 然后呢 我的习惯是把步骤写在后面 那为什么要写这个 其实主要是记得说 你刚刚到底做了什么 以后你回头看程式 你比较看得懂 不然的话你如果没写说 这一串谁看得懂 对OK 那怎么知道哪一行是哪一行 其实顺便 也可以透过聚集来学习VBA 因为其实聚集就是帮你产生 那个VBA里面的相对应程式 所以有的时候 假如呢 你不会写某些程式的话 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你可以用录制的 然后来学习 再来修改 所以刚开始 所以我是觉得学VBA有个好处 就是说 你刚开始有些程式不会写 没关系 用录制的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录制的比例会比较高 那等到你会写的话 以后自己写就好了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 把这个聚集录制下来的东西 再慢慢了解它背后到底录了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刚刚做的第一个动作 滑鼠游标放在E4 对不对 所以它写出来的程式就是Range E4 所以RangeE4指的就是储存格 然后点后面加一个slate 意思就是那个动作 有没有 所以点slate之后滑鼠游标放在 所以以后假如说你要写一个动作 滑鼠游标放在某个储存格的话 很简单 Range哪个储存格的位置 点slate之后就好了 OK 那其实再来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这样加一个注写 单影号 E 什么 滑 是什么 点 滑鼠 E4 是储存格 OK 反正你就打一个 或者是滑鼠游标 滑鼠 这样有点怪怪的 游标好了 这样应该游标 就是那个游标 放在E4储存格 OK 所以底下就这一行 1 那2的话呢 就是输入公式打勾 对不对 其实就下面这一行 所以这个地方 2 打个2 2的话就是输入公式好了 简单打一下 打给自己看的 输入公式 OK 这个你可以写复杂 也可以写简单 主要是给自己看的 那你会发现呢 他怎么样输入公式 其实就是active active就是意思说 顾名思义 目前活动当中的 那一个sale sale的话指的是储存格 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点了什么 点了这个E4 对不对 那active sale指的是哪里 就是E4了 所以其实你这边不用active sale 用range E4可不可以 你们可以试试看 应该是可以 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你改改看 当它银行看看 如果可以银行 那表示应该没有问题 OK active sale 这样讲起来 那是不是 我连这一行都不需要 其实应该是可以 你们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再来的话 第四个 第三个动作是什么 第三个动作应该 就是这一行 就是向下填满 向下快速填满 所以这边的话 3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 反正自导上去 所以怎么向下填满 它这边有一个selection 其实selection对应就是select 有一个select的动作 有没有 选取 selection是什么 就是被选的那个 应该叫什么 选取范围 有没有 有选取才会有选取范围 如果没有选取 那就没有选取范围 不过我跟各位讲 这selection其实指的是哪一个 指的也是它 所以其实你把这个selection 改成它不对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OK 不信的话 你试试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destination 这个后面是参数了 这个参数名称是什么 前面是参数的名称 叫做你的目的地要到哪里 阿曼号等于就是后面就是它的参数 就是帮我填满从14到1的103 OK 然后后面的话就选取了 不过这个选取好像多余了 所以这一行其实你把它删掉 应该也不影响 所以你想说老师那这样讲 你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改 对真的 像这一行可不可以去掉 可以 但你如果不想删掉的话 你可以全面加个单一号 有没有 然后 这样执行 其实我刚改了 其实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个自己改 清楚也是一样 可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注解 第一行 所以第一行一样 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游标放在14 然后Ctrl Shift向下 所以呢 这个的话就是 我再加 第二个动作是 Ctrl Shift向下 所以你就打一个 加上向下 然后再来就是 按Delete 剪写好了 OK 反正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就知道了 这个作用了 然后把它再执行的话 其实就是 你当然可以从这边 有几个方法执行 可以按按钮执行 或者按从 从聚集执行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怎么 从这边也可以执行 这边怎么执行 有不要放在这里面 按执行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这边的话呢 也可以执行 OK 好 清楚 那跟各位讲一下 那 这个是聚集录制的 可是未来 如果说我要自己写的话 就像我要自己写 其实 清楚的话 其实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自己写程式 但录制的话 可能要三号 那 串接的话也是一样 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个了解一下 那个video basic的环境 你当然 可以试着关掉 没关系 这个关掉 那怎么开 检视专案总管 那程式怎么开 点两项 就打开了 那字怎么放大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这边改一下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把那个 程式上方 字形加上注解 另外的话 也可以改一改程式 没关系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当然注解 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因为你将来 应该会忘记 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 可能一段时间之后 你如果说想要下一次再开这个程式的时候 也能够知道你到底做什么 那当然注解就非常重要 另外的话注解也可以帮助你学习 也就是说有些程式不会写 没关系 你可以加上注解之后 你就知道说 以后假如说 VBA有哪一些地方的程式 你不会 那你就可以 录完之后 把那一段程式 放在VBA里面 这样其实也OK 试试看